末代帝王溥仪的亲兄弟拥有尊贵的身份,但活得十分低调,很长时间都在做着教书育人的工作,一直活到2015年97岁才离世,他就是爱心觉罗,溥仁。 都是纯亲王在风的儿子,命运却截然相反,溥仁都经历了什么呢?放着颇天的富贵不享受,为何要致力于教育事业? 今天母鱼君带大家走进清朝晚期,看看溥仁的一生。 他是摄政王在风的第四个儿子,虽出生在帝王家,但所处时代动荡不安。 而且他出生的时候,清朝已经被推翻了,拥有末代皇室子弟的身份,对仆人来说很尴尬,在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只会被人唾弃。 末代皇室子弟的身份,仆人注定不能平淡安稳地度过一生,他还年幼时就跌宕起伏,清朝彻底没崛起的希望后,仆人似乎看到了自己艰难的未来。 他自济世纪,就知道清朝灭亡是必然的。 虽然心中惋惜,但是仆人足够坚强,他也很清醒,好好生活从来不争抢。 清朝彻底覆灭后,再用爱心觉罗的姓氏似乎有些奇怪,仆人便给自己改了个姓氏,改姓金,明有之。 仆人之后的人生就和他的新名字一样,是那么的温和有礼,而且正能量满满。 但是走上这条道路是很不容易的。 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封建落后的,受身份的影响,他总是难以摆脱清朝皇室。 当时溥仪建立维满洲国,想复辟清朝,便邀请弟弟溥仁去担任摄政王。 溥仁觉得哥哥是在做无谓的挣扎,不愿仓祸其中,便回绝了溥仪的邀请。 溥仁在这样的环境中竟然没有被腐蚀。 他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,知道做什么是对,再做什么是错。 如此清醒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局。 这时的溥仁虽然能够看清形势,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出改变。 都说要经历一些事情才会让人下定决心改变,让溥仁发生改变的事和溥仪息息相关。 溥仁和父亲在风曾去过日本,是去探望被日本人控制的溥仪和溥杰。 没亲眼见到,溥仁不敢相信,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哥哥在日本受尽折磨,被日本人随意打骂,没有丝毫尊严可言。 和昔日的溥仪相比,完全变了一个人。 当时日本人劝在风和溥仁也留在日本,这种屈辱之事,父子俩不愿干。 为了逃离日本,在风和溥仁是怎么做的? 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胁迫,在风假装自己病重,溥仁在照顾父亲的同时,也在想办法逃离日本。 在溥仁的努力下,他们和在日本的友人取得了联系,在好友的帮助下,终于找到了逃走的机会。 趁机回到了天津。 在风回去后,一直感叹溥仪和溥杰的选择,恨他们和日本人纠缠在一起。 看着身边的溥仁,在风不想让其再出错。 他对溥仁也没什么要求,只希望他健康平安地长大。 溥仁看到哥哥的遭遇后,也警醒了自己。 回到天津后,他刻苦学习。 溥仁清楚地知道,末代皇子的身份已经不是荣耀了,而是一个麻烦。 他必须努力摆脱,只有读书学习新思想才不会被社会淘汰。 低调再低调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 后来他回到了北京,一直都是低调行事,尽量不让人知道他末代皇子的身份。 他居住在纯青王府,每日就是读书写字,对时政一点也不关心。 渐渐地,朴仁这个末代皇子就被遗忘了,他用金有之的名字平凡地生活着。 虽然生活上不那么富足,但是朴仁的精神世界十分丰富,他一点也不觉得孤单。 书中的知识让朴仁意识到读书是多么的重要。 后来呢,他便萌生了开学院的想法。 朴仁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在风,想法得到了支持。 公元1974年,在父亲的支持下,朴仁实现了自己的教书梦想。 他将纯青王府中荒废的静夜寺,改成了静夜小学。 开这个学院,除了家中的支持,朴仁没有任何其他帮助,完全是热情支撑着他。 学校需要的课桌书本都是朴仁自掏腰包,孩子们去静夜小学读书,他只收基础费用,学费非常便宜。 小学创立支出,朴仁没钱请老师,他就自己担任多门学科的老师。 实在是忙不过来了,他就请自己的妹妹帮忙上课。 在朴仁的坚持下,学校越来越好,朴仁也找到自己的价值。 学校有了名气,不少老师前来教学,老师足够了呢,朴仁仍然坚持每天教学,因为他热爱自己的教学事业。 随着时间的发展,新中国成立了,朴仁创办的小学属于私有,国家要收回,朴仁没有无理取闹,将辛苦创办的小学上交给了国家。 因为他很清楚,静夜小学在新政府手中会越来越好。 一手创办的学校被收回后,朴仁又做了什么呢? 他没有泄气,没有放弃自己的教书梦,而后成为了一名公办教师,继续自己的教育事业。 那时做老师很辛苦,待遇不是很好,但朴仁在教师的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,他没有一天懈怠过。 就算生着病也会给学生上课,自食其力的生活让朴仁很充实,他很节约,皇室子弟的陋习一点都没有。 自从坚定教书这个方向,朴仁就没有动摇过,可以说他的一生都给了教育事业。 从学校退休后,朴仁没有待在家下棋养花,而是又找了份工作,在文史研究馆中研究清史。 他作为清王朝皇室子弟,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帮助还原清朝史料。 他提供的信息对研究院帮助很大。 晚年的朴仁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,他在征求父亲再封的意见后,向文物局捐赠了十几件物品,都是纯情王府中拿出的。 有藏书、摆件、金银册和收藏品等,这些东西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 只要对清史研究有帮助,朴仁都会竭尽全力。 上班后的闲暇时间,朴仁撰写了关于清朝皇子的生活实录,得到了史学家们的认可。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朴仁都还在研究清史,他的一生给了教书和清史。 2015年4月10日,朴仁永远地闭上了眼睛,他享年97,是个很高寿的年纪了。 朴仁不光是人民教师和清史研究院,他在工艺上有很大的贡献,帮助了很多贫苦百姓。 朴仁是用金有之的名字死去的,我想他应该很满意自己选择的人生。 朴仁走时候很安详,想必没有留下遗憾,他努力生活低调行事,受到了学生的尊重,受到后世的敬重。 后人提到他,会说他是尽职尽责的人民教师,是清史研究员,没人给他贴上末代皇子的身份,也不会想到他是朴仪的弟弟。 这就是一个人的魅力。 这是朴仁用努力换来的。 虽然朴仁已经去世多年,但他的美名依旧长存。 他创办的学校依然存在,培养着一代又一代学子。 清史的研究事业也会有年轻人继承下去,这些有意义的事,放在任何时代都会发光发热。 虽然后世很喜欢拿朴仪和朴仁比较,两人是兄弟,却又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 朴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,但清朝倒台后因为执念做错了太多,还在一国他乡受尽屈辱,最后以凄惨收场,此后被人批判。 朴仁虽然是末代皇室子弟,但是清醒独立,顺应时代的发展,找准方向改变自己,过得平淡安稳,还找到了不一样的价值。 去世后,后人对他都是敬仰,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结果。 像朴仁这样的人,在任何时代下都能有一番作为,因为他足够清醒低调。